竹田市场是许多婆婆妈妈买菜逛街的好去处 新住市环保局在10月28到11月1号 规划竹田市场一楼展出静态展览 分别以看不见的水与海费事迹呈现 市长临之间邀请大家走进菜市场买菜间看展 用买菜的时间看见水 了解水也更珍惜水 我们特别这次会选在竹田市场 是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 其实不管是蔬果或者是我们饮食 所有的东西都和水其实是紧密相连 脱离不了关系 那我们这一次的展出呢 有一个海费事迹 有一个看不见的水 那这两个的连展非常的精彩 土壤种植蔬菜再到水的灌溉 都是与我们生活密不可分 展场中另一个有如超市展设的海洋废弃物 琳琅满目的各式物品也让我们警惕 生活中有许多我们不要的物品 没有做好分类而流向海洋 我们现在看到海费事迹上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我们带着小朋友进摊的时候 一点一滴捡回来的 这是实际上从海边捡回来的垃圾 那其实就是想要透过像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去传达说我们在超市买的新的包装的东西 其实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垃圾分类 然后去做审慎的采买的评估 其实你到最后面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蔬菜水果啊都是从这个土壤种植出来的嘛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这次办在这个竹人市场的原因 就是希望跟我们在这些平常会接触到的食物 有很直接关联性的这些妈妈啊 或者是小孩啊或者是大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体验到说 这个水地下水 维护地下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保持我们的土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展览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角度出发 让大家看见生活中看不见的水 同时也了解过屋过程当中产生的垃圾 会对海洋造成的负担 让民众省思 即使是生活中的小小动作 都会对整个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